抱歉 也许大家觉得说 哇 美国应该要照顾我们 别闹了 商业是商业 如果大家要把陈时中的脑袋 灌上去 对 陈时中这样讲 那我没有办法 各位老板 如果在线上有很多做代理商的 做国际贸易的 你告诉我 大家都应该有一些经验 不可能打得破了啦 对啊 所以陈时中根本是划天下之大鸡 他根本在说了一套 完全不是商业模式 而自己强调那是商业模式 而且我觉得那商业模式 都非常的独特 因为你比方说 你绕 想要绕过上海复兴 因为他就是个中资 是啊 那所以呢 我就是偏偏要绕过 为什么 因为我政治摆在第一嘛 对啊 那好 那但偏偏呢 反正呢就是绕绕绕 绕不过 但我总有其他的门路 结果呢另外一条门路呢 哎 我才知道说 这是这个根据吴子佳董事长的爆料 他的说法是 是香港雅各城 后来呢 他其实因为还有个台湾雅各城 所以他们呢 其实也做了许多的努力 就来跟我们谈 来跟我们谈呢 结果后来是怎样 他说是跟一个台湾信东 一起来合作 对 然后呢一起合作之后呢 结果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说 从 好像从九月份就开始接触嘛 然后还一直开会 开过了一共有八次的视讯会议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也有跟德国的总公司 就德国的B&T总公司 反正就是大家还真有这个 这个有模有样在那里开过多次的会议 对 但是呢 后来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惊讶的是说 那那个香港雅各城 本来以为说是可能是另外一家公司 就可能跟上海复兴就没什么关系了 反正就是另外一条杀出另一条血路啦 结果后来不是 他说香港这个雅各城啊 他其实呢是上海复兴 在香港要销售的这个代表的通路的公司 所以呢就被吴子嘉董事长形容说 你不去找那个大中华的总代理 结果你去找了一个香港的分代理 我听了以后就吓一跳 因为呢他还秀出了一个文件 如果大家相信陈时中我也没办法啊 就你知道他在这个里面 他去秀出来一个文件啊 因为他这个字有一点点小啊 可是呢 如果你要看这上面的字样的话 我们的摄影大哥是厉害的没问题 是是是是 你知道吗 他这个是香港雅各城啊 就是发给上海复兴的一封mail 那这个文件里面呢 就讲了一下说什么什么 我们也了解了上这个大台湾 台湾的这个台湾他们的这个用 就是的立场啦 然后呢甚至呢还提到了 这个要求雅各城台湾 要怎么样怎么样提供一些资料等等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他的重点是要说什么呢 他是要告诉他 第一我们呢其实已经了解 对主要的股东不能中资 这个背景 再来呢要符合那个储存的要件 还有就是呢不能比香港早 这个香港的疫苗一定要取得的比较早 否则的话就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那问题是这个他是在回报给上海复兴的 哇所以搞了个半天就是那你去找一个 好像感觉还要去跟上海复兴报告的一家公司 那还有什么戏啊 不是大家很简单嘛 那你能要的到吗 你所谓的杀出一条血路 不是就绕了一大圈 就是还是又回到上海复兴吗 对如果大家要听诚实中的大内宣大外宣 大家可以转到三立民視自由时报 或者是其他的绿媒去看 你会看得非常的满意 然后你又回过来骂我们 那如果你想要听实话 那就在有情调这边 好好的看疫情给大家看的资料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商业模式只有三种 一种叫代理平行输入跟水货商 水货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你不可能偷偷的叫人家丢几个 有啦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在 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欧的部分 有人呢因为多A了几个疫苗 还在路边帮人家打 你敢打啊 水货你敢要啊 不敢不敢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哪里的 来路不明的 是不是 打进去还得了 你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那根本是什么都不知道 搞不好真的是新冠肺炎 好可怕 那另外剩两种选项嘛 另外一种叫代理 那问题是代理你已经讲了嘛 上海复兴你们白外 我就是不要 你爸爸我不要 早在去年就已经讲过了 有任何中资我不要 好这两个选项都没了 对不对 那只剩下中间嘛 叫平行输入 是 有没有办法透过信东 去跟香港雅各城去谈说 那不然我们平行输入 对 你可不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说哎呀对不起 我没有从上海喔 我从香港 对 结果香港说对不起 我是人家的分公司 你在台湾的Nike代理商 然后你要跑到彰化的一个分店 说你偷偷卖给我 我不要让你总公司知道喔 那总公司说好 我卖你50双鞋子 让你去赚钱 是啊 然后过两天他就被总公司查办 然后把店关掉 所以耶 所以雅各城不可能干这种事啊 所以整场就是一个骗局 整场就是 也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骗局 只能说是我们大内勋的结果 一下子跟人家讲说 我们有了 一下子说这个来了 这个快要出现了 我跟你讲人做多了喔 分成两种现象 放羊的孩子 你让我们头脑清楚的人 再也不相信你了 不相信 但是你给头脑不清楚的人 会有另外一个现象 陈时中太棒了 一下子10月说我们国光疫苗快要出来了 一下子11月说我们那个BioNTech有了 东洋又跟人家谈了 我们这样有 你要记不记得 2000万集已经入带了 我们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疫苗了 哇那时候11月份的时候 大家气势如虹啊 2000万集即将入带耶 是 后来跟你讲说东洋破局 那东洋还骂一句话 小鼻子小眼睛 跟我们穿小鞋 这不厚道 东洋不是还骂政府吗 你在把这条新闻 拿来看今天吴子佳的爆料 吴子佳就已经讲了 人家早就已经跟你讲 上海复兴国台办 大家去找 国台办的记者会 因为陈时中那时不是骂一句话吗 有人要让台湾不开心 不高兴 对 国台办就出来讲了 抱歉 没有人让你们不开心 对 你们还有人偷偷来找我们上海复兴谈 是 有人啊 不是有人让台湾不开心 是你们台湾有人 有人来找我们上海复兴谈 不是上海复兴谈 不是上海复兴说 我们台湾啊 我们这边有 不是喔 所以就互相两边指着鼻子骂嘛 然后呢上海国台办也会说 你就是信口吃黄嘛 信口吃黄 对嘛 然后呢 可是问题是陈时中也很不开心啊 就是说 请这个不要对号入座 什么我最近耳朵很痒 就变成是流于一个口水了 是啊 但是那个是不是大家所要的 我们要的是疫苗 大家在有情调这个频道里头 大家只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就这么两个重点 第一 全世界的疫苗只有三大区块 没有像陈时中讲的 不要站在台湾做景观什么 观天啊 拜托 我跟郁琴帮你把眼睛往上拉 我们在上面来看这个景 对 全世界就那么三大集团 一个是欧美的 一个是中国的跟是印度的 对 那我们focus在印度 把人家全部都排除 ok fine 那你在搞什么东西 第二 你既然懂全世界有三大块 你把世界地图涂一涂 你就知道了 第二 这些所有的疫苗 欧美是拿来卖的 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在做生意的 中国是拿来大外宣的 拿来洗刷自己的 被美国硬说你是武汉被人的 这种羞辱 所以他出去做大外宣 我帮大家 他也是国力的展现啦 印度不是也是 因为他跟中国在fight 所以你看你中国可以 我也可以 我要开始送 那请问 这三个集团 只有一个在卖 应该叫欧美民主国家 好那既然是卖 对不对 卖很清楚 就等于陈时中讲的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就那么三种 一个叫做代理 一个叫平行输入 一个叫水货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水货搭 平行路搭 只剩下代理嘛 那代理来讨论 我们大家都来讨论代理 代理的方法就是上海复兴 是啊 那你又跟我人家讲说我不要 第二上海复兴呢 三月就谈了 付了40亿的台币 那你现在跟我抢什么 所以整场就是一个谎言 吴泽佳今天讲的没错啊 陈时中没有说清楚 所以他不只是瞒还骗 从头到尾